又一场校园悲剧 这次发生在佛罗里达 已经确认的杀手是一名精神饱受困扰的孤行者 这不是我们预期在我们的学校和国家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再一次地面对了一场悲剧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半 学校官员说他们做好了准备 但也请市民们提供协助 父母请持续监督孩子们每天做些什么 和哪些人说话 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 恶行事件发生前通常会有警讯 我们在校园枪击中看到的 比如我们才看到的这起事件 你被退学 每个人都觉得你很怪 大家都怕你 你没有处得来的人 这会导致很多种忧虑和其他的感受 在小部分情况下 这种心理疾病会导致暴力 有些时候暴力电玩游戏 和很容易拿到的枪支现象 也会推波助澜 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 越来越多地使用威力强大的枪支 世界各国没有这种军事攻击型武器的扩散 这种武器让这类致命事件的后果变成灾难性 亚斯德表示要注意问题表征 例如无止境的愤怒与孤立 对武器的狂热人尽皆知 学校在现行法律底下尽其所能提供额外的支持与协助 但是没有人真的注意到这个孩子潜在有自杀以及杀人倾向 而且有取得致命武器的管道 专家表示 执法人员 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父母以及学生的合作常常可以改变结果 我们要强化联络信念和社区的力量 虽然有成功的例子 而且通常因为悲剧被扭转 所以默默无闻 但也有错失的机会 今年1月5日就有人举报 克鲁兹有可能成为校园杀手 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 他们没有跟进调查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我们必须来联络